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排到世界前20左右的王强终于回暖了 与美国天才少女高福的奥王首轮较量 王强6比4 6比2连赢两盘 大比分2比0横扫对手 高福只有17岁 不过他却早已名声在外 上赛季连续创造多项最年轻的记录 世界排名飙升至前20 本届奥王被列为女单18号种子 职业生涯 王强前两次交手都输给了高福 本次奥王女单首轮 王强终于拿到了对阵高福的首胜 这也是王强在去年奥运会之后拿到的第一场胜利 时隔两年再次进入奥王女单第二轮 2020年奥王战胜小微之后 收获的第一场对阵Top20的胜利相当不容易 王兮宇 郑亲文 两位00后中国女网金花实现了生涯新突破 双双闯过本届奥王女单首龙关 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场大满贯正赛的胜利 2001年出生的王兮宇 持外卡 出战本届奥王 第一轮对手是资格赛选手库兹莫娃 第一盘 王兮宇开场就丢掉了自己的发球局 局分0比3落后 不过最终 王兮宇却7比5逆转拿下首盘胜利 第二盘 王兮宇6比3在胜库兹莫娃 大逼分2比0横扫对手晋级第二轮 本季奥网 2002年出生的郑亲文 第一次参加大满贯赛事 资格赛阶段 郑亲文连过数关 连续刷新个人记录 第一次闯进了大满贯正赛 女单首轮 郑亲文面对萨斯诺维奇 第一盘 郑亲文建立5比1的优势 随后把握住第二个发球胜盘局 以6比3先下议程 大比分1比0领先萨斯诺维奇 第二盘 郑亲文在率先破发之后连丢6局 萨斯诺维奇6比1扳回议程 决胜盘 郑亲文局分2比4落后 不过 中国小花却顽强将比赛拖入抢10大战 抢10大战10比5 郑亲文赢下决胜盘晋级下一轮 新赛季前10场比赛 郑亲文赢下了9场 首次出战大满贯正赛便成功晋级第二轮 被球迷们称为小李娜的郑亲文职业生涯 起点有点高 值得一提的是 郑亲文和王熙宇 这两位00后 中国金花的身体条件都非常出色 身材高大 力量出色 完全不逊色于欧美选手 确实是中国女子网球的希望 似个好 您 我们 感谢观看